欢迎焦点来看政坛消息 这几天不断有 伊斯兰党领袖公开爆料指 团结政府旗下的成员党领袖 邀请伊党加入执政党的行列 副首相杜斯利·阿摩扎西今天重申 19个成员党领袖 都不曾正式商讨 邀请伊党加入联合政府的事宜 阿摩扎西今天主持体育发展 内阁委员会会议后指出 尽管团结政府内部 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和立场 但无可否认的是 我国政治现在很稳定 就算有团结政府的领袖私下 和伊党领袖见面 这也并不是正式的会面 而团结政府也没有计划 邀请伊党加入这个大家庭 杨并不是正式的会面 我认为你计划 我认为你计划 对美党领袖 我认为你计划